HELLO,我是阿Zo 歡迎收看ZoFlying Channel 我有飛啦 這次就跟家人去了鹿兒島玩 兩個多小時就來到日本了 首先就去拿車先 我們有六個人 租了這隔七天的車 放在行李還有很多位置 第一天行程開始 頭兩天就會住在民宿 我這家民宿就位於鹿兒島中央站的旁邊 帶你們參觀一下 這裡就樓高兩層 總共有六間房 車就可以就這樣排在門口 出來玩家要入鄉隨俗 這幾天就睡Tatami 放下所有東西都已經很餓了 我們就走回去中央站找東西吃 吃了這個咖哩湯肚東 看看湯也挺濃郁的 我餓得連湯都喝光了 可不客氣啦 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我們去了天文館 即是這裡的報行街 走了一會又要準備吃晚餐了 我們去吃鹿兒島最有名的食物 吃東西之前先脫鞋 來了我的Biru 頭盤啊 頭盤啊刺身啊陸續送上啊 我們的主角 黑豚肉啊 出場啊 來一場很陰陰的 Shabu Shabu啦 雖然今天的天氣是一般的 不過我們照原地計劃去到紫宿 來到這裡就要試熱沙肉了 準備好毛巾和浴衣 我們就出發啦 熱沙肉的位置就是在沙灘的旁邊 其實它不算埋很多沙在我身上 但是呢我都感覺到挺重的 而那些熱沙的溫度呢 在浴衣蓋不到的位置 都有點辣辣的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出了一身汗 感覺就好像排了毒一樣 進去沖個涼 就可以浸回一陣溫泉了 嘩好熱啊 出來還是很興奮奮的 流失了那麼多水分 先補充一下 就喝你啦 沒到的牛奶 日本的奶真的沒得輸 繼續我們的行程 去到糖船塔 首先我們就要經過綜林深處人家 就到達我們的目的地啦 我們來這裡吃流水麵 選個位坐下 記住自己桌子 就可以出去買東西吃啦 先把麵放在冷水裡過一過冷河 拿回來呢 就可以配搭冷麵汁 好清新鮮 我喜歡 好清新 我喜歡 西大山 但因為很大雨 所以拍了一陣相 就快點走啦 隔一小時 我們又去到六二島中央站啦 我們在商場找東西吃 吃了這一間日式的西餐 再叫了幾杯咖啡來喝 鮮湯 各樣都做得很精緻 好吃 吃飽就回民宿休息啦 第二天的行程就完結啦 想看我第三、第四天去哪兒 就記住留意做Friing Channel啦 我們下個星期見啦 拜拜